带着修仙小说来到小说世界里 试中什么样的体验 虽然只是附体在了一名不起眼的配角身上 但是我有这本书 看我配角也能变成主角 先来看看第一章的剧情 主角龙傲天在神秘山洞 找到武功秘籍 果然又是老套的修仙剧情 对不起了龙傲天 武功秘籍是我 真的有武功秘籍 趁龙傲天还没来到这里 我得先拿走 刚好我还带了一本唐诗三百首 就留给主角龙傲天修炼吧 随后肖恩拿着武功秘籍 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先来看看秘籍里都有什么武功 果然是主角修炼资源 全都是诗传绝学 到底是哪位高人留下来 随后肖恩开始进行修炼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便从练气期修炼到了金三七 一不小心就修炼了三个月 得赶紧出去外面了 不然就跟不上书上的进度 肖恩你终于回来了 你整整失踪了五年了 五年你知道我这五年是怎么过的吗 书上记载的此人 是从小和我一起找他的好兄弟窜天后 这五年我一直都躲在深山里闭关修炼 让你担心了兄弟 你在逗我吗 救你的天赋还闭关修炼 全村救你的资历最差 村长都说了 连村口的大黄狗的修炼天赋 都比你好 瞧不起谁呢 我现在可是已经是了 是龙奥天 听说龙奥天最近在山洞里捡到了一本武功秘籍 现在每天都在修炼呢 真羡慕龙奥天啊 跟我们一样的年纪 人家就已经是金单期了 我们还是炼气期 此时龙奥天开始静坐修炼 龙奥天在修炼的过程中 表情不停的在变化 龙奥天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就又停止了修炼 修炼了三个月 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 这本唐诗三百首到底是什么绝世的书 连我这种满奇天赋的天才都无法参透 少爷 不要灰心 以你的天赋 一定能很快参透这本唐诗三百首对 嘿嘿 就算你修炼上一百人 也不可能有进展 对了 全天建宗开始 招收徒弟了 要不然我们去试试吧 按照书上的剧情 龙奥天加入的 也是这个功能 行 那我们赶快去报名吧